你知道我的教練怎麼講嗎 我要你的目標 就是你可以稍微露一下你的肉 可以露點 為什麼不行 可以 可以 那不就是紅豆湯的紅豆嗎 你剛剛有講說 你開始搞教育 不打算在高級比較 秀身以後 你知道我的教練怎麼講嗎 他會說 因我去年就開始運動 動聚 然後他說 我要你的目標 就是你可以稍微露一下你的肉 我想說請畫中式幫我畫一畫 那你這個比較感動的地方是哪 比較有自省的 其實 我不能說全脫那個 我真的我會沒有安全感 可是你說如果是那種透的那種 比如說蕾絲蕾絲或薄紗什麼 我還可以接受 就隱隱約約就好了 也不要太過 因為我覺得我的人設好像也不適合 這麼 這麼over 薄紗 胸肌啊 胸肌 這不是胸肌 兩邊 就整齊 對啊穿啦 對 隱隱約約 對 隱隱約 可以露點 為什麼不行 可以露啊 可以露啊 不行 那不就是紅豆湯的紅豆嗎 哈哈哈哈 而且很像剛幾月都可以做 嗯 因為像最近剛 最近有MV一直在講 都讓你做 嘿 然後有到一月前 大家都有點嚇死 嚇到 是不是突破的部分 有可能是有因為嚇到 去傳染食物的問題嗎 沒有耶 沒有 這個MV 其實一上假的時候 兩天還蠻多觀看次數的 我就心裡想說 啊 原來你那些乖乖牌 壯 也是蠻叛逆的啊 哈哈哈哈 對啊 有可能是因為你叫我比較大的 那你沒有過 我完全沒有過 而且 我爸就跟我說 進這個圈子 你就是要愛食慾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現在就是 嗯 走佛系 佛系 佛系 剛剛想要給我記住了 台灣NG 哈哈哈哈 因為當專輯工作比較大 就不一樣 就脫粉用力 你本身把它變多嗎 嗯 年輕這一塊確實有增加 那你說 當然 一張專輯 或是說一個作品推出 你不能說 全部人都要很喜歡 他們會給建議 但你說脫粉 反而還沒有這件事情 只會說 哇 這個 尺度有寬喔 對 那那 下一張專輯 是不是 對 對 然後想說 嗯 好 就在看怎麼衡量啊 自己去跟自己拉扯一下 對